再加一倍兩百多億 新安東京是這一波最大的收災戶 有沒有因為台積電跌到440 我就給你不看好了 有沒有 8月8號到現在 7萬 黃董股票沒人敢碰我跟你講 就我賺得到他的錢 你的腦袋瓜要有辦法超越 黃董的思維嗎 他應該有想要 對當初追1300的那些人 我認為他應該很努力想要給你的交代 你要跟我富貴穩中求 你要做什麼 微星技嘉 來那有一檔 華晴是曹塑集團的 現在就加入 骨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抓扣 並且訂閱骨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陳建好 中視觀眾朋友大家好 您完成報名了嗎 就是這個禮拜天 飛龍在天的分享會 為什麼要報名 報名真的很重要 因為老師每次在裡面 會分享很多重要的內容 包括像是今天 還在創新高的圓泰 就是在12月 老師你的分享會當中提到 對不對 來到中視也跟大家有分享 電子紙 老師看好圓泰正要 而當中的圓泰今天又創新高了 所以還沒完成報名的 記得加入我們的Light群組 趕快掃一下 趕緊來報名 就是這個禮拜天下午 線上分享會在家就可以看了 來分享會是免費的 是 你們不要以為分享會就是要錢 不用 完全老師真的是服務大家 免費的分享會 我沒那麼愛錢 我很會賺錢 對不對 但是我沒那麼愛錢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是 我要跟各位講 我的分享會 我跟別人不一樣 雖然我們叫標股分享會 但是我節目的上半場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一檔股票 為什麼在去年10月 那麼血腥的時候 獵莎紅色10月 別的人恐嚇你 或者告訴你說 又是二三十年難見的股災 因為你看到很多數據 都是什麼30年 最糟的 1971 19 對不對 甚至末日博士都出來 40年以來 對不對 40年來什麼 通膨最嚴重 最嚴重的 對什麼40年來 都已經 因為我才50歲 所以40年來講很恐怖 還有人講說 那個是 1970年代 石油危機以來 最嚴重的通膨 對 沒錯 在那時候都在去年10月 如果當時我的節目你看好來 我應該講說 我是非常有專業背景 有底的分析師 我說一個分析師不能只懂 單一一個面向 只懂分析師證照 考試的那幾樣道德 法規 投資學 會計 總體經濟 那是國家考試最基本 你要進來的門檻 那最基本進來的門檻 不代表你就夠專業 我把話講這麼直 不好意思 你只是經過分析師考試的門檻 有人考滿分進來 有人正好過了那個 插邊球過來 對不對 插邊球進來的 那當然有差 再加上我說 很多人你的資歷如果沒有從 郭婉隆時代 你沒有從台灣第一次的網路 股票 股市泡沫12000 摔到2000 接著金融股 金融股那一波最熱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 跌下來 開始趨勢轉換了 變成我們台灣的科技半導體 崛起 來科技半導體崛起 之後就一路到現在 是 對不對 中間就差別在哪邊 從拿著很大的大哥大 到怎麼樣 2G Nokia手機 對 摺疊機啊 對不對 到原本你用底片照相機 到現在數位相機 手機 後來到怎麼樣 手機跟相機 結合在一起的多普達 然後再來 開始宏達電的HTC時代 然後接著再來 蘋果 Google的手機 蘋果的iPhone 陸陸續續續出來 對 台灣的半導體股 就是見證了這 3 40年來整個科技 的一個演變 對不對 你們家有沒有小孩子 一開始在用 Apple 2 用小教授電腦的 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 從那個年代到現在 你如果跟著我一路 見證台灣的 跟著3C產品的科技發展史 你就知道說 如果這30年來 你買對股票 你給它一路抱住 即使遇到去年的低點 即使遇到08年金融海嘯的低點 即使遇到2000年民進黨執政那時候 那一年 對不對 那一年底的網路泡沫 再往回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再更早推1995論8月 李登輝的兩國論出來的時候 中共也在恐嚇你射飛彈 為什麼我可以把這些事件 一個一個數過來 歷歷在目 因為那都是我經歷過的事情 都在我這裡面 但是這過程當中 你抱對股票 你一張不賣 奇蹟獲利都來了 那還不是只是奇蹟自來 那還是大富大貴跟著來 真的 是不是 我說這30年來的台積電 台積電成立的那一年 在足科 成立的那一年 就是我去讀清大工業工程系的那一年 跟著台積電一起長大 所以我開始進台積電的時候 我就是跟著台積電再過日子的 雖然我不愛做台積電 因為比較扭 那你真的要用道琼的全職的股來看 台積電的波動也算大 對不對 如果以道琼來算 好 所以我節目開場我講那麼久 我在告訴你什麼 我們的分享會 我不是不只是在跟你分享 股票 未來有趨勢的股票 所謂的標股就是未來的趨勢產業 趨勢成長股 你要買對趨勢成長股 你給它報一段時間 非富即貴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段時間 我為什麼當時跟你講 去年1月 我在過年前我辦新春實戰分享會 就好像我這一次在去年12月辦 元旦 紅包 提早布局對不對 我說提早布局 我說紅包 你用力發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賺回來 沒錯 所以過年前我是不是告訴你 你跟我勵志愛譜一檔 從1月3號你光是勵志愛譜 各一張報好來 是不是每一張都賺到10萬 是啊 對不對 都要10萬 每一張都是賺10萬 你光一張各一張 正好 20萬 不到50萬的錢 對不對 你賺多少 20萬 你紅包要包多大包都有了 都幫你賺回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我不騙人了 然後去年1月那時候分享會 我講新糖 新糖 有人參加我線上分享會完之後 去年1月 那時候的新糖135 對 各位你記得1月 那時候是不是我們的台股 剛開始升息 跌到1萬6 開始升息前一路殺對不對 跌到1萬6 先是縮減QE 一路殺對不對 殺到過年前大家又不敢報股過年 是不是 沒錯 新糖就從135殺到125 你知道嗎 參加我分享會的人 我已經免費 我花時間讓你來聽我的分享會 135得到125 把我罵到臭頭 不聽你的分享會還沒事 135買進去 你讓我套牢 你就連這幾塊錢 你都受不了 那我建議各位 你真的怎麼樣 你不要做股票 為什麼 因為他才抱怨完 過完年之後 新糖一路飆到三月 兩百塊 三月底到兩百塊 你一張股票 你都抱不了兩三個月 你憑什麼要跟人家講說 你要靠股票大富大貴 你懂我意思嗎 明白 你懂我意思嗎 我的趨勢方向沒有錯 可是你要用兩三天 你要用一兩週 你就馬上要看到 你就立刻就要有大獲利 那我只能跟你講 那我的這一個操作風格 不適合你 為什麼 因為我實話實講 我真的不愛騙人 為什麼 因為上下左右 從早到晚 那個財經節目 一堆分析師 每個人都很會秀功夫 對不對 來你看喔 我今天這邊買立刻掌停 等一下我這邊買 這邊賣 這邊買 每個人都講得很厲害 煞有介事 對不對 結果你一路會發現 怎麼奇怪 節目前 短線講得那麼厲害 怎麼錄會之後 怎麼 都沒有 甚至你想要買進去 立刻就大漲的 我也跟你講很抱歉 我常講說 你願意相信我 兩步一心肩頂 時間到 你自然就會大賺 沒錯 但是如果你要很介意 那個短線的極快 我說我這個地方怎麼樣 老師不是說 左鏘右鏘 急功近利 請走他路 老師把話都講在前面 重點是你想要跟老師 富貴穩中求的 歡迎你來到 對 我是不是說 左鏘右鏘 誤入此門 急功近利 請走他路 對不對 我也是遵從國父的心法 對不對 他用在陸軍官校 我用在哪邊 我用在我們 投資市場 投資市場上面 同樣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 毛澤東講過一句話 天若有情 天亦老 人間正道 勢蒼蒼蒼 你覺得 快速支付這件事情 真的有可能嗎 我不相信 我們是一步一腳印來看 你買了樂透 你買了一輩子 你也不見得就是賺到 能夠中到大獎 對不對 所以就是一步一腳印 是 穩健踏實 買對趨勢成長股 好好抱著 你覺得 艾普跟立志 讓你抱兩個月 這樣子十萬一張不OK嗎 很幸福 如果你都覺得這樣不OK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可能你們的胃口都被養大了 但老師會講很實在 可是我們就是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對 真的很實在 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次老師就看好什麼樣的新的趨勢產業 都會再分享 說到左腔右腔 昨天 我們是不是才在跟各位講說 你要跟著巴菲特 你要跟著巴菲特 對不對 你今天看到 費半 哇 昨天的費半開低之後走高 太神了 今天怎麼樣 今天是不是大漲了 對 今天台股大漲了對不對 沒錯 那我現在請問你一句 我昨天是不是已經告訴你說甜蜜區將至 沒錯 有沒有 快到了 我既然告訴你甜蜜區將至 對 那你怎麼會去砍股票呢 既然叫甜蜜區將至 那就是應該怎麼樣 要準備要揮棒 應該要準備揮棒 應該是要買 所以我都準備要買 你不應該是昨天去殺吧 我都要買了 你怎麼還去殺呢 那節奏就不對 那節奏就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跟你講在前面 那你 你要左右這樣子 那真的沒辦法 左鏘右鏘 短線這樣快進快出 我相信昨天一定很多人 跟著八爺爺 幹嘛 去砍嘛 去砍嘛對不對 你的分析師 帶你做什麼 有沒有昨天帶你去砍股票的 如果他昨天是 昨天的強勢股 觀光股 對不對 大漲帶你去賣 今天還有高點 那沒有關係 至少他是帶你怎麼樣 往上賣 對不對 往上賣 所以 往上賣是一門學問 對不對 沒錯 往下接 也是一門學問 今天老師YT有講很多 可以看 我的YT已經三萬五了 你趕快訂閱 我今天在講 很精彩 也很完整 很多人常告訴你說 大盤在大跌的時候對不對 對 不要去接掉下來的刀子 你有很常聽到吧 來 那為什麼我敢接咧 老師接的是什麼 你接的是刀子 是不好的公司 當然是 股價越來越爛 當然就要接刀子 去年我讓你去買金華的時候 一百五六 我去年讓你去買M31的時候 兩百二 兩百三兩百五 對不對 從三百我往下一路買 你看M31現在六百多了 那你覺得我是接掉下來的刀子 還是接掉下來的鑽石 這樣你懂嗎 天降鑽石 不是股價掉 你不能接 你們常常亂聽那個市面上的這個操作 心法亂聽 所以難怪也不會賺到錢對不對 股價掉下來 那個鑽石掉下來 你要當然趕快接 把握 股價下來那是天掉下來的鑽石給你接 不是叫接掉下來的刀子 那是接掉下來的鑽石 你搞懂沒 但是一般人不會分什麼是刀子 什麼是鑽石 所以你才需要有建成老師 OK 好 所以 所以要懂得會跟 沒有會跟就要會跟 那怎麼跟 你先來看分享會 老師會帶著你先縱觀國際股市 把一些重要的財經一些數據 先跟你做分享 來 今天的景德跟元泰 大漲 景德元泰我不是今天才講 你們都知道嘛 來就是我們都有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 1月3號老師就有講到了 電子值的元泰 鑑藥 那時候元泰就已經有告訴大家 都跟大家分享了 也是我們的操作 這一張你看好幾次了對不對 對啊 你們有沒有景德 有 有對不對 陳概股 是不是 今天在創波段新高 又創高了 有沒有 有沒有元泰 在最下面 有嘛 對 因為元泰應該是我們最近 操作的股票裡面 1月份近期了 在1月3號剛來中市的時候 我們有講一次 然後接著就怎麼樣 最後 操作最後一趟 最後一支 對不對 然後其他我們還沒有亮牌 我說怎麼樣 還有機會 對 是不是 我說還有機會 那我所有就告訴你說 欸 來 所以今天看到了都創高了 元泰跟景德都是創高 而重點他們都是在12月 老師分享會 這兩天 你如果ㄎ來ㄎ去的 追的又殺的 那我這句話送給你 養一分近期 會自己說添一份福氣 添一分近期 添一分近期 養一分福氣 是 這樣你懂了沒有 累積福氣 昨天跟今天 你動來動去的 你有沒有比較賺 不見得 好吧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 實戰分享會 記得直接 先加入Light群組也可以幫你 對不對我這兩天我一直跟你講 股市的財富 從你一念之間就決定了 你要做勞英 還是要昨天跟著巴菲特 去殺股票的麻雀 你要做潛龍 還是昨天跟著大家 去殺股票的蟲蟲 今天的大漲立馬怎麼樣 立馬就 見真章了 是不是 是啊 好 所以選擇在您的手上 你要選擇做大老鷹 還是你要選擇做麻雀 沒有關係 決定權在您手上 還是一樣 我昨天就告訴你了 我這段時間一直告訴你 你要超前部署 非常重要 對不對 人氣我取 昨天你們在殺的時候 田馨就知道我在笑 老師昨天在錄YT YouTube節目的時候 一直在說見列欣喜 偷笑開心 我說老師很多人 我們YT都有 很多人臉臭臭 但是老師好開心 你要做潛龍 做到你要超前部署 你現在不要再去買 已經被漲高了 你要跟我做怎麼樣 下一檔山頭邪照 潛龍 你才能享受怎麼樣 被抬轎的樂趣 才能成為大老鷹 是不是 所以現在機會在您手上 趕快把握 這次分享會 老師會和您分享到 有哪些新的山頭邪照的標的 景頭我們上次分享過了 我這次再拿出來分享 在今天YT老師講很多 你去看我們的會員 什麼時候買的 去年9月 對去年 去年9月 10月 9月20 10月7號都有買一次 對 175 165 還有167 今天236 有沒有 你算一算一張多少 2316 至少6 7萬 8萬都有 6到8萬 有沒有 有 一張6到8萬嗎 平均平均 好不好 這兩天精華是不是很標 對啊 對不對 因為觀光旅遊又上來了 但是去年 去年老師 帶會員開始進場 操作精華是在160 170 來有沒有看到 精華在去年的時候 10月最低有142 景德 景德最低有142 請你去看他在10月那時候 殺到142的時候 他的量有多少 只剩多少 請你看一下 那個量不到100張的 19張 不到100張的 19張 沒有量的 19張 19張 你們不敢買 很冷們 你們不敢買 很冷啊 我們帶會員怎麼樣 一張一張剪 清代的 我們一張一張剪 這叫怎麼樣 山頭邪照 你看這時候10月那麼恐怖你在幹嘛 你是不是在殺股票 甚至有些人在空 對不對 你在殺股票我在幹嘛 我在減 什麼叫潜濃 山頭邪照 你們喜歡買有量嗎 對不對 我特別愛買無量的 我買進來 來啊亮出來啊 你現在看到亮出來對不對 你們看到亮出來的時候 有 亮出來的時候 你跟我價位差多少了 你看到沒 你現在懂了沒 利見大人 是啊 所以 我這一次飛龍在天 實戰分享會 我就告訴你 要找潛龍 你要做潛龍 你要買在這種地方 你要買在甜蜜區 你要買在怎麼樣 沒量 沒量就是沒人要 對 可是老師沒人要股票怎麼可以買 沒人要股票不是不能買 沒人要買股票只是因為財經新聞 財經沒有分析師去講他 那不代表他沒有競爭力 那你現在事後知道了嗎 從產業去選出 你現在知道了嗎 投信是這邊才來 對 投信這邊才天天買 跟我們遙遠的距離 是啊 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跟我做這種股票 接下來還有什麼 買起來就在那邊等 等誰來 等大人來 大人來 92來是 95再來 95再來是飛龍在天 那你一張 將近10萬塊 從這邊140 將近10萬那是多少 到今天230 快一倍 對啊 我們不是兩三千塊的股票 一兩百萬 然後賺10萬 是十幾萬 二十萬的股票賺10萬 這樣你懂了沒 好嗎 好 所以這一次的飛龍在天分享會 老師依然會幫你找尋出 山頭鞋造的標的 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來 直接電話打來 好嗎 來參加我們的實戰分享會 如果你有資金 你有股票套好的 沒有關係 我要告訴你 我剛剛講了 你明明就是龍 你覺得你現在是龍困錢單 沒關係 沒有關係 你來找我 我帶你一起 飛龍在天 我們先進廣告 好來直接廣告中 電話波通來報名 這個禮拜天的 線上分享會 飛龍在天分享會 來我剛剛講龍困潛灘 飛龍在天 有龍可以做 沒有人想做蟲 對不對 有麻雀 有老鷹可以做 沒有人想做怎麼樣 麻雀 有鳳凰可以做 不會有人想做老母雞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現在我跟你講 你現在只是怎麼樣 你現在只是龍困潛灘 是 你不是不能飛龍在天 懂嗎 那老師來幫你一把 來 就好像這一個景德 當初在這邊的時候 叫什麼樣 龍困潛灘 他是潛龍 對不對 現在是飛龍在天 立劍大人 現在在那邊龍困潛灘的時候 你要不要 你是不是在龍困潛灘的時候 來做潛龍 當然 然後怎麼樣 最後等著飛龍在天 等大人來 同樣的 你現在手上套牢的股票 你現在手上的資金 如果你覺得 你現在是龍困潛灘 那很簡單 你跟我怎麼樣 再來找一檔 一樣在這個地方 三投邪照 一樣是這支個股 其實是很有競爭力 只是因為他現在 龍困潛灘 人家不聞不聞 分析師帶你去追別支股票 被人家忽略了 等到投信再來的時候 就怎麼樣 立劍大人 你現在在等一個怎麼樣 立劍大人的機會 對不對 這個景德在這邊 是不是一個WD 是 WD打起來之後 上去了 所以在這個區域 叫甜蜜區 在這個區域叫 龍困潛灘 你在這邊佈局 你就等著飛龍在天 時間到你就飛龍在天 那你說老師 那還沒有這樣的股票 當然有啊 檯面上幾千支的股票 你以為 每一支都會被大家注意到嗎 當然沒有 可是我告訴你 我說我專挑趨勢成長股 沒錯 一堆明星公司 當年的信華 也沒有人知道他 當年的私心KY 也沒有人知道他 對 幾十塊 沒人買 最後還是標到上千 對 等到立劍大人 這一檔IPC 我跟你講很久了 工業電腦IPC 今天 拉尾盤 下半場一路拉上來 請你去看他的線型 就是一樣 三頭斜照 這邊是不是一個WD打起來了 有沒有 這邊就是甜蜜區 這邊就是這支股票 龍困潛灘的時候 有沒有 我再給你對照一次 信華 更正 景德 這個地方 你買在這裡的時候 你後面 飛龍在天 你才會有一張 十萬塊錢的 幸福 好嗎 所以接下來這檔IPC 都是在龍困潛灘的時刻 現在是又來到了甜蜜區 你都有機會 這檔你要不要 想要的朋友 你要 你趕快來 我跟你說 在古海江湖上面 我跟你就是怎麼樣 就是戰友 子子之手 與子偕老 此生氣闊 與子成說 你要跟我在古海江湖裡面 一起怎麼樣 做潛容 做大老雲的 廣告時間 電話直接拨來了 OK 明天就直接跟我們進場 布局 我剛剛講的這一檔 IPC IPC 山頭協照 山頭協照 卻像一個潛容 OK 好 機會在你手上 直接把廣告中電話撥通 再次感謝建成老師 和大家做的分享 感謝老師 謝謝甜心 讓古海大師父 陳建成 帶你富貴穩中求 好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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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